把番茄放入到雷锅里面给它倒一倒 这个做法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也没有吃过 邻居89岁的奶欧奶奶 隔三差五就要来这么一次 看完视频真的是长见识了 我们先准备一个新鲜的番茄 把这番茄我们给它清洗一下 腿里面加一勺食盐 然后给它搅拌搅拌 把食盐我们给它搅化 再把番茄放入进去 食盐能起到一个杀菌消毒的作用 这样我们番茄清洗得更加的干净 吃得也更加的放心 番茄我们清洗好以后 我们放入到一个石旧中 然后我们把番茄给它捣碎 捣的时候我们要慢一点 不要慌 一定要把我们的番茄 给它捣均匀 全部给它捣碎 全部捣好以后 我们把番茄放入到一个碗中 放入碗中以后 我们再加入一勺的蜂蜜 然后我们再倒入口烫的开水 再用勺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这样就可以饮用了 每天来一碗 坚持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有神奇的变化 隔壁邻居的奶奶呢 隔三差五就要这样吃一次 她身体非常的不错 脸色非常的红肉 一口气上五楼不带喘呢 今天隔壁老奶奶 这个做法就封印给大家了 谁用谁知道的好处有多么好 赶紧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